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直故 与其不训也连故 孙与训同意 这个字啊 我们一般看了念孙 那么他有破音字 那么以一个走字旁 那个训字是同样的意思 陈述德也说 宋儒不懂训谷 这是几出如你即逝的作者 那么他也说了 宋儒不懂得训谷 若不要训谷而养 那是你的说法 违背造字的本意 都是胡说造谣言 那么这是雪儒老人点出来 这个宋儒啊 都不要信骨而养 不要信骨而养 不依据这个 那是你自己的说法 违背造字的本意 这个造字啊 他本来意思就违背了 那违背所说的都是胡说造谣言啦 一切的经典 如婚丧驾驱 祭祀鬼神 礼祭中有无礼 无礼其所的礼为祭祀 祭祀天地鬼神 不能忘本 从前君中的旗为主体 必须先祭旗 旗子画着北斗七星 招摇指挥二十八星秀 君旗等于北斗能指挥一切 诗云北斗七星高 指的就是司令旗 天地人 人为天地的中心 只要是天地办不了的事 人便是执行者 中国一切学术 讲究三才 连行君也依三才 例如春天吹东风 风至东开始 正与雷 日始于东 日出于东 地球往下转 转到西 所以中国的字 都是由东而下 往西写 从上往下 从右往左 如今有人提倡 由左写起 正骨机关下令 由左写到右 由西而东 这是逆天行事 顺天择昌 东升而南长 秋满而东长 凡是礼 以东为上手 那么这是雪如老人 讲这个礼 依这个礼 那才不乱 才有秩序 那么这个礼 起手是祭祀 这个祭礼 祭天地鬼神 不能忘本 职约 奢则不逊 简则故 这个孔子讲了 奢侈 则不逊 不逊就是 傲慢 不恭敬 简则故 勤简 那么这个 是比较好 一切礼节行事 一种是奢侈 一种是简单 礼节太奢侈不对 礼有一定的节度 它有个节制 不能格外增加 例如 忌孔 原用三星 若有钱 就改用六星 主斗加一倍 这不合理 这个 不能有钱 那就增加了 这个就变成奢侈了 简 这个简约 简是力量不够 办不到 这也不对 就是 不能不足 奢侈 都不合乎忠道 这个 所以啊 必须忠道 所以这个礼 就是 依这个忠道 但是两相比较 简 是力量办不到 奢要令他 不奢 可以办到 简就是说 他的经济有困难 他力量办不到 不足够 那么奢呢 他是有多余的啦 他 不奢 他可以办得到 因为他是胶色 有胶慢的心 那这样啊 就不如简 有固肉的心 固肉的毛病少 若养成胶色的心 就会出毛病 这是做个比较啦 这个简啊 就比较固肉 比较简陋 那么固肉啊 毛病比较少 是有毛病 但是比较少 但是如果养成 胶 胶慢 奢侈的心 那就会出毛病啦 金人大多 胶色 连小商人 也穿洋装 皮鞋 望之 圆兰 无的石 柱 大家都知道 算是 不奢 那么写入老人讲啊 现在人 大多是 胶慢 奢侈 连小商人啊 也穿洋装 皮鞋 那看过去啊 一户 圆兰啊 那么 学路老人讲 他吃的 住的 大家都知道 算不实 那么他住的地方啊 这个 我也去看过 在以前 台中市的 正记街 一个小房子 的确啊 吃住 吃啊 也很简单 住也很简单 算是不奢侈 那么这张书 主要啊 就是 奢 就会产生 胶慢 不公斤 那么 减啊 太不足 那么也 不对 总是啊 做任何事情 都要 行乎 忠道 不增 不减 不要太过 以不及 好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没 Chapel 按照 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